lilo Hello大家好 能够正式拍片асс impossible 因為我想總結我整個名古屋之旅 清晰告訴大家 我怎樣用1800元去名古屋三天兩夜 這裡就不是名古屋 因為我當然是回香港才拍的 如果大家有看完十一部分 都看到其實我已經把所有價錢都展示出來 不過我相信應該沒有人會這麼好心 幫我逐樣加起來看看是不是1800元 現在我就逐個和大家計算一條數 首先大家覺得1800元去名古屋算不算划算呢? 我就覺得都挺划算的 這一切都是有賴於現在廉價航空公司的興起 太多便宜機票了 而這個旅程都是因為便宜機票而形成的 我們兩個人買的這張名古屋機票 就是848元而已 我們就沒有買行李 就是靠7kg的手持 因為我們沒有遇到名古屋購物 因為11月初卷就三天都還可以的 所以單靠7kg主的hank carry都可以 沒有超重也還有位置剩 所以848元兩個人機票 除開一個人只是424元而已 一個廉油的誕生 其實只要省兩樣東西就可以了 如果這兩樣東西都不便宜的話 我覺得你去到就算不吃東西 省著吃那個都不能稱得上廉油 那是哪兩樣東西呢? 第一當然是機票 第二樣東西相信大家都猜到 就是酒店了 大家經常都問我有什麼酒店推介 但老實說 我住過這麼多間日本的酒店 其實我覺得很多間都是不錯的 所以我住酒店的最大考慮的因素 就是價錢 所以我每次都想 例如Stokkong或者Agoda 找最便宜的價錢 但是東京我都住過很多很多間不同的酒店 最重要是便宜 但是你要明白 我預訂的時候便宜 不代表你預訂的時候便宜 所以我都會建議你自己 上去那些網路找一間最便宜 最適合自己的 不過我這次明古屋的這間酒店 就是例外 它是我第一次在日本回住的酒店 因為我連續兩次去明古屋 都是搜尋到這間酒店是最便宜的 第一次住的價錢 真是嚇死人 想知道有多便宜 可以看我酒店的影片 這裡 這次的價錢也不貴 兩萬雙人房的價錢是701元 即是除開就是每人350個半 那我就當作351元 那351元再加上機票的424元 即我整個旅程的機票酒店成本 只是775元 有數得計 以1800元來說 即我還剩下1000元 用在這三日的旅程裏面 其實真的不少 一起看看我怎樣花錢 再做法 敬請各位留意 以下價錢 為了方便計算 將會首先以二人總數標示 到最後才把總數除以二 並告知一人總價錢 首先說第一天 中部國際機場 過去大高陸地公園 就要1740日 中間買了兩個三文治和飲品 是580日 回程搭巴士 花花明古屋的榮區 要420日 晚上吃世界之生居 房屋要3607日 外賣風來荒雞翼 要486日 最後買水賣飲品 用了271日 第二天 吃Cormeda Coffee 早餐用了1210日 去愛地球博紀念公園 來回車費用了2600日 參觀公園內的草碧家 要1020日 在公園內吃Moss Burger 午餐用了1270日 入去公園的兒童中心 入場費要600日 晚餐去明古屋的有名 萬元飯專門店 馬路亞吃了4890日 第三天 首先留在酒店吃自助 早餐用了2200日 再搭地鐵去明古屋城的 來回車費用了800日 入明古屋城的入場費要1000日 完殺所有行程 搭明古屋鐵路去機場 就要2020日 最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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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機場吃了咖哩活動 用了2148日 呵呵 而有沒有什麼油漏了 沒有告訴大家 有 就是我第二天 其實是買了一杯雪糕吃的 不過我忘記多少錢了 那我就當它400日 總數就是27262日 除2 即是每人13631日 如果以我當時的匯率 其實只是65算而已 不過呢 既然現在已經升到差不多75算 那我就照成0.075了 那就算到1022元 再加回機票的424元 以及酒店的351元 總數就是1797元 就是這樣 講完 如果大家未看我的明古屋之類特輯 而又想知道我的詳細行程的話 就快點按這裡啦 可能大家看我11匹的明古屋之類 都有一個疑問 就是這個chip叫做 黏油喪食 但好像發現我都不是很喪食 我只不過是一天吃足三餐 最多叫正常吃 不叫喪食 是 你說得對 我同意你的說法 那我之所以叫做 黏油喪食 是因為我想帶出 我是沒有節省著吃 甚至沒有不吃東西 而達到黏油的效果 甚至有幾餐 我都覺得吃得挺貴 再加上其實我平時去日本 是很少坐定定 在一間餐廳吃早餐 但我這個旅程 有兩天都這樣做 所以對我來說 都有一些喪食的含意 那我也知道 大家可能對於這個解釋 有些不滿意 不過不要緊 因為這個黏油喪食特輯 是不止得名古屋篇的 接下來還有東京篇 還有大家最喜歡的大阪篇 還有港老篇 我相信這三篇 是更加符合 這個黏油喪食的名稱 所以大家如果 還未訂閱我的頻道 就快點訂閱 如果可以的話 就希望你們 like我的facebook page 和instagram 謝謝 我們很快就會再見 現在先說到這裡 拜拜 我來看看 你唸 我來看看